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霸气的扣杀 俐落的攻击 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最伟大对手 更是所向披靡的朝其丹 仁川亚运会再度未免冠军 他成为世界羽毛球历史上 唯一一个双圈大满贯选手 今天你想拿走这面金牌 没有这么容易 十年前 他的人生经历了怎样的逆转 是怎样的失败 让他至今难以释怀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21天 好兄弟抱春来突林现场 会有怎样的独家爆料 爆料一下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得你第一次脱衣服是 别忘了 就不信了 我觉得拍子有问题 我就换个拍子 开奖大时代携手林丹 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赛场之外 林丹还有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你相信吗 这一生遇见你 不一样的林丹 开启第四奖 如果今天是你的退役告别会 你最想说什么 我会重复60秒我不想走 听见正宗好凉茶 聆听中国好思想 各位好 这里是由凉茶领导者加德宝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新年公开课开奖了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开奖特别节目 开奖大时代 我是主持人萨维宁 掌声有请开奖嘉宾 林丹 开奖特别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坐 请坐 谢谢各位 我跟你讲 运动员就是不一样 大家发现林丹今天上场的特点吗 谢谢 谢谢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 林丹肯定会穿着运动装出来 所以我只要挑一件 我认为还比较不错的西装就可以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还是该勇敢 你们说实话从视觉上走 开始录制之前 我们要澄清一些江湖上流传的神话 大家看到有一个视频特别火 火了好多年了 就是林丹在训练的时候 把羽毛球打到那个羽毛球桶里 你们觉得那是真的吗 请问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让大家能够觉得 羽毛球其实也可以蛮好玩的 想不想看一看 他是根据球的落点来放头 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来 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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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怎么都往那边偏了 这很神奇 但这很好玩 他还要自己跑过去放 导演把桶给我拿过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林丹开奖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到目前为止林丹拿了18个世界冠军 很多人会为我的18个世界冠军 感到骄傲 同时也会觉得特别了不起 但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我最看重的一个冠军 是我第一个世界冠军 也就是2004年 汤姆斯杯在印尼的雅加达 当时的成员里面有我 包春莱还有蔡云 富爱峰 郑波 商阳 都是我们这一批 83年年龄段的一批年轻运动员 去承担的一次 夺回汤姆斯杯的一个 非常骄傲的一个历程 所以我觉得 当时对于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的骄傲 因为当时的感觉会让我觉得 至少从我五岁开始练羽毛球 我没有白练 我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理想 也实现了很多当时父母 送你去羽毛球 送你去选择羽毛球 等等的一些 一些可能会有些 犹豫的一些选择 从那以后开始 我觉得压力会越来越大 会也会越来越被动 因为有很多的人 对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2004年5月 年级21岁的林丹 便收获了自己人生的 第一个世纪冠军 汤姆斯杯 对当时的林丹来说 2004年雅底奥运会 是最好的夺冠时机 然而 雅底奥运会第一轮的爆冷出局 不仅让球迷大跌眼镜 更成为林丹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败 仅仅三个月 林丹从世纪冠军变成一轮出局 21岁的林丹该如何面对失败 又该如何面对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 开奖了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开奖大时代 04年的雅底奥运会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很遗憾地第一轮就出局了 在雅底的21天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21天 因为第一天比赛结束 还要拿着摄像机去给我的队友去摄像 还要给很多还有球的中国的运动员 我的队友们去加油 其实对于我这样性格的一个运动员来讲 我觉得会非常的难受 我很难去面对自己结束的 这一次的重要的比赛 当时其实我很想回国 很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队伍不同意 因为你代表是一个队伍一个国家 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一些行程都是同意安排 在输球的第一天 晚上我记得非常的 印象非常深 我几乎是回了一个晚上的短信 告诉所有的朋友 你们放心我会很好很好 其实心里面非常的难受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愿意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奥运会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 第一场就结束 让我最难受的是 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所有关心我的人 甚至我的父母 当飞机回到国内的时候 我又特别害怕 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在一瞬间就 就突然间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起来 能够让所有人都不看到我 那个时候开始把目标 把要求可能放到08年的奥运会了 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讲 我并没有更多的一些把握 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展上 自己能够拿下北京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在07年 08年的三半年 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很难会去听 听进很多人给你的意见 因为自己在当时又要保证足够的自信 不想太多人说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同时又害怕 在08年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你完成不了很多人对你的期望 所以我印象最深 在07年08年的那段时间 每一天的训练当中 我摔断了无数的球牌 到目前为止 可能非常非常的多 正因为自己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有点控制不住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去释放 只能是希望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让自己变得更强 再强或者再强一点 因为只有更强 才能在08年的北京奥运会赛场 你夺冠的几率才能大一点点 所以到了0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紧张 就是睡觉也会睡不好 吃饭的时候也会一直想着我的球 或者我的对手等等等等 从进春的开始 我就有点封闭自己 不接受任何的媒体的采访 可能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会觉得 林丹是个非常非常难搞定的一个人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脾气 非常非常有个性 我只能找到这样一个方法 能够尽量地保护自己 能够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专心地去比赛 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有时不得不用几个四年来衡量 2004年到2008年的距离 不是从雅典到北京 而是林丹压抑了四年的不甘 才从21岁的失败阴影中摆脱出来 夺冠的渴望和旁人的质疑 让林丹的北京奥运之战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夺冠的那一刻 林丹扑到教练汤仙胡 和李永波的怀里大哭 他终于释放了四年来所有的压力 再次向球迷证明 林丹是冠军 但对于这枚迟来的奥运金牌 林丹却有另一番感受 开奖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开奖大时代 我觉得08年的奥运会冠军 似乎是真的是改变我的一生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林丹 甚至认可了林丹 但是我觉得会让我有一点点 会让我有一点点感觉到 伤心的地方 伤感的地方 是因为所有人都把所有的目光 放在了决赛赛场上 我跟李中伟的比赛 会说林丹那场就打得多么多么的好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并不在意 我的准备 我的第一场球 我的第二场球 我的第三场球 所有人都只看到了 他最后一个扣杀 李中伟接不起来 他正必欢呼拿了冠军 完了呢 所有人都觉得好棒 非常非常好 太棒太棒 很喜欢他 但没有人会知道 在过去的半年 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摔坏了多少球 他发了多少的火 甚至跟教练有一些吵架 有一些意见的不合 都是为了在08年赛场上 最后那一个球 其实当进入到12年 伦敦奥运会被战的时候 我会拿我08年 四年前的一些感觉去对比 08年你总是会觉得 输了我会怎么办 我不能输 我很怕输 我只能赢 所以你的心情是 你的心态是没有底气的 非常非常的虚 很害怕失败 而你经过了 这样一个磨练以后 你拿到冠军以后 到了12年 我反而会觉得 我赢许自己失败 但是有一点 上涨前我只对自己 有点要求 今天李中伟 你想拿走这枚金牌 没有这么容易 谢谢 排名运奥运会 赚金以后 我休息了大半年 你不再是世界排名第一 也不再是世界排名第二 你是世界排名一百多 很多人 其实在当时 已经开始质疑 林丹 已经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男子 单打的运动员 或者他的辉煌 已经过去了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在广州市井赛的时候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媒体 记者问我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你不是最好的了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我觉得 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一些难受 或者甚至是 会有一些愤怒 但是我只想跟他讲 每个人都有可能 会被击败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 都会被超越 即便我离开了赛场 六个多月 我依然有能力 回到这个熟悉的赛场 去给任何的对手 制造很大的麻烦 其实很少人会有知道 我在离开 国家队的六个多月里面 我每天都有训练 几乎每一天 包括礼拜天 无论是参加活动 拍广告 甚至去度假 我都带着我自己的 体能教练去 其实讲到这里 我觉得 我也很愿意和大家分享 在结婚以后 我们一家人 去到海边去度假 当时其实 家里面是 不太希望 我带体能教练去的 因为这是一个 比较私人的一个 放松度假的一个时间 我和家里面的人 也商量了很久 我说 二十四小时里面 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 我只希望你能 给我两个小时 让我去尽可能地 去保证自己的一个 竞技状态 我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努力 到什么时候 能够 能够 能够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我还没有宣布 什么时候回到国家队 回到赛场 但我总希望 当我决定要回来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的回来 是和六个月前 没有太大差别的 从2000年 六个月份进入国家队 成为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员 到现在2014年 其实 我的职业生涯 14年了 经历了三届的奥运会 四届的亚运会 等等无数的 大大的小小的比赛 我很感谢 这样的一个 职业生涯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教会了我 很多很多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其实已经不是 那么的直接的重要了 而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 你对于你的目标的 一种态度 有的时候你们可以 除了看到我以外 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对手李宗伟 在林丹的职业生涯中 离不开一个名字 李宗伟 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 南丹头号拳手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 羽毛球南丹决赛 李宗伟都败在林丹手下 错失奥运金牌 在林丹和李宗伟的 33次大战中 林丹24胜9负 也正是林丹的次次逆转取胜 让李宗伟至今还未获得大满贯 有人说李宗伟生在林丹的时代 是一种悲剧 那么在林丹眼里 李宗伟是一个怎样的对手呢 开奖了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开奖大时代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他是失败的 因为他会让更多人认识他 他通过他的努力 让很多人也认可他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金牌只是一种标准 不能够代表所有的 就是金牌就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也会向李宗伟学习 我会去想 他输给了我这么多次重要比赛 他为什么还有这样的目标 希望继续拿冠军 他能够放下所有一些 继续跟我再拼一次重要的比赛 我为什么不能做到 难道我一定要背着 所有的金牌跟他比赛吗 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 在结束之前 我有一个 前面就想问的一个问题 不敢问 因为今天来到赛场 我看到了 来到这个场地 我看到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 我的比赛的一些照片 运动服的 我其实想问一下 你们更喜欢我穿印度服 还是更喜欢穿西装的我 谢谢 好 今天我的开场到此结束 也希望所有的穷衣能够很开心 和我一起继续加油下去 也希望能够向所有穷衣讲的 一直帅帅地下去 感谢灵丹丹的精彩开奖 大上火 喝加勒宝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凉茶领导者加勒宝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开奖了 谢谢大家 在灵丹演讲的过程中 现场的很多观众 都写来了小纸条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我非常的欣赏 它上面写的是 灵丹 我很想看你在三秒钟之内 干掉小仨 今天一场恶战 在所难免 我想想 我不能一个人对峻他 我必须要有帮手 掌声有请 宝春来 我必须要有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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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梦 我的手动 我觉得如果加上报春来 打灵丹 大家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 那个 丹老师 因为今天是灵丹的开奖了 主场 对啊 所以说我作为他 这么多年的队友跟朋友 我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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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再次感谢 鲍纯来的光临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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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合了 你要跟他在一边 对啊 打我 对啊 你们觉得这样的比赛 会有看头吗 我至少得坚持一分 我至少得坚持一分 几百词 用来 顺耗 对吧 聪明 听而已 行 走 可以 走 我就 zach 好 我 三老师能让我们俩兴奋点吗 我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觉得拍子有问题 我就换个拍子 黄 白 请告一次 发抽没有过线 如果你再做出这个动作 红牌 发现场 这个要是再打不着 我做五十个搏车 我做五十个搏车 五十个搏车 和我做三一搏车 四十个搏车 好 太好时间拿了就拍 我落实 怎么样 刚才这一局 大家觉得 你们觉得精彩吗 精彩 我在之前跟你们的队友 包括教练聊的时候 他们也说 说暴存来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每次对战林丹 其实我都会有点心软 两个人到了赛场上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不管你多好的朋友 而一大赛场上 我们还是会全力去投入的 对 我们两个都是从小 一起进到青年队 国家队 我们主要的目标 是为了击败国外的对手 但在很多的比赛当中 我们都是在最后会一起碰到 也会遇上 所以有时候 打外面和打自己人的 那种状态 是很纠结 很尴尬的 又要作为一个运动员 全力以赴地去拼 但是站在对面 又是自己朝夕相处的队友 和老朋友 就会很尴尬 因为毕竟是赛场 我觉得是很残酷的 对 很残酷的 就好像刚才我在台上听 林丹咖刚才说的这些话 我就觉得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他呢 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 他有一种勇往直前 然后不会退 勇不退缩 不能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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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往前 对 对 对 包启拿刚才说 他会一直往前走 林丹 然后大家都惊讶 就林丹说 对啊 不能后退嘛 所以一直往前走 然后观众可以善良的 从哪一年开始 他习惯拿了冠军后脱衣服 这个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想爆料一下 能爆料一下 可以吗 记不记得 你记得你第一次脱衣服是 他不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第一次脱光衣服是哪一年 就是我在说嘛 第一次脱光衣服 我记得 我能够当前 就是2004年的汤姆史对 就是2004年 他第一场跟皮特盖 打完之后 然后那个是我的后场 和后面 然后他就很兴奋 就是刚才那 跪在地上 很兴奋 吸完以后呢 他当时还没有 就像现在这么洒脱 没这么洒脱 因为第一次 难道当时还很羞涩 对 然后当时呢 他脱完以后 就扔到那个 看台上面了 你看所有人都在抢 我说 这什么好抢呢 全是汗 全是好抢 然后后来 后来还做了一个 很精神的举动 拿趴 又扔上去了 把手扔上去了 趴掉地上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我就觉得 哇塞 还能这样玩呢 我就想 哎呀 好吧 那我以后也试着 后来试过吗 没敢拖 就是 他腹肌有多一点 那个小萨哥好 那个包春来好 那个林丹好 包哥就 其实你今天出现 我还是挺惊讶的 在你当初 打比赛的时候 林丹总是你的 这个手下败将 然后呢 但是后来有几次 就是你有机会 这个夺冠 但是后来都被林丹 给逆袭成功地抢走了 不仅这样 你在隔空呼唤李宗伟吗 就不仅这样 然后你退役了之后 这个羽毛球 第一帅的这个头衔 也被林丹给抢走了 那我就在想 就是你有没有过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林丹好烦 真的是再也不想理她 这种感觉呢 说哥们说实话 烦什么 烦 相当烦 相当烦 我在比赛赢了我 他把我的帅哥头衔抢走了 最重要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你很帅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场上 可能是敌人 但是我们在场下 依然可以做朋友 对于这件事情 你怎么提醒 我觉得金牌 当然冠军只有一个嘛 这非常苛刻 不代表说你拿了冠军 就一定 所有人都喜欢你 也有人会喜欢第二第三 我觉得这是 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最主要就像小包讲的 其实我们在一起竞争 是因为我们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 多么青涩呀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汤杯 爆春来今天来 也带给林丹一个特别的礼物 大家知道爆春来的歌声 在中国男羽毛球运动员里 也是非常有名声 如果现在给你三秒钟 你立刻想一首 最能唱出你跟林丹 这份友谊 什么歌最能代表 哪一首 这首歌怎么像剩一切 我觉得是这样 你们俩这么理解 这首歌就好唱了 你们把它理解成 你们对羽毛球的爱 这个你指的是 你们钟爱的羽毛球 球场 球拍 球和对手 来 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 苦一点也愿意 就算是为了分离 与我相遇 一路上有你 同一天也愿意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太棒了 我觉得这是两个队友 他们之间相互的心心相惜 所以再一次把掌声 送给这样拼搏的队友 人生中难得的曲 谢谢 谢谢爆春来 今天来到现场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青年代表 你好 你好 我来自两岸送的 秋一 你好 他说什么 家乡话 什么意思刚才 就是打招呼吗 我说当个你好 我也是来自福建省 农民上行的 我叫秋一 然后你是 我也是福建省的羽毛球运动员 但是我是退役的 刚刚退役的 你今天才多大 二十一 就退役了 对 在二十一岁的时候 当歌是拿了世界冠军 但是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选择了退役 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一直追逐着 他的脚步和他的背影 而努力过来 但是我没有像他一样 站在领奖台上面 我觉得说心里话 我很 就是会很不甘心 有点遗憾 对 真的精彩的 不是说你拿了多少的 金牌 当然因为这个很苛刻 我觉得有故事的人 才是精彩的 对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能够感受 我能够感觉到你的一些 不甘或者遗憾 但至少你为你自己 曾经热爱的羽毛 你努力过 我觉得这就够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司法警察 监狱系统 你是在监狱系统 对 监狱系统 当然其实我比较想问的就是 你的膝关节 医生从你的那边 抽出了两针筒的积水 当时我看他很心疼 那个视频 当然我想问的就是 你今年三十一岁了 你有想过你还会打多久吗 你想过什么时候当警察 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在 还是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 就像二十一岁的你 有些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有些是已经结束了 我能达到三十一岁 这说明是无比的幸运 我有很多跟我一批的队友 甚至有很多我的师哥师姐 甚至有些像你师弟师妹这些 可能无法去实现自己的冠军梦想 就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会觉得自己好像 要背负很多人 希望我继续打下去的梦想 在我还非常健康的 经济专业同时 我要继续打下去 当然我想问 如果有一天你面临的退役 你觉得最大的原因 会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被新人超过 还是因为你因伤不得不退出 然后你会有不舍吗 会有什么原因让你退役 对 设想过 你设想 包括你退役之后 如果哪天退役之后 想干点什么 这个考虑过 我其实还没有真正去考虑到 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你退役 因为可能 比如说伤病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经济专业里面 你被新人超越或者被击败 我觉得这是自然规律 很正常的 这些我都能接受 假设 我说假设 如果今天到场都是你的穷迷 假设 如果今天是你的退役告别会 那个告别会 给你60秒时间 你最想说什么 我会重复60秒 我不想走 因为我算了一下 从小离开父母 其实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多长时间 包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也才两年多 但是羽毛球 所以我从五岁开始认识她 到我现在三十一岁 三十二岁 这个感情是超过了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不是说 说你结束就能结束的 这是很难割成这种东西 它已经融入在我生命里面了 我想问你啊 你现在从运动员到现在一个人民紧张 适应了 因为受伤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从19岁开始受伤的 然后21岁的时候才选择了退役 这中间的两三年时间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功课 其实你说要完全放弃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说会有很多的不甘心 但是因为时间的慢慢积累 就是想虽然说对羽毛球还是很乐爱 还是很不舍 但是今后的路你还是要走 就是说你还是要去调整过来 从你这个发红的眼圈 包括你的 在讲到羽毛球这三个字的时候 那种声音 那种腔调 我能感觉得到 它始终还是你的一个梦 你放不下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尽管退役了 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 羽毛球场哪都有 羽毛球拍哪都有 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哪都有 监狱里也不例外 当我走进监狱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宿舍 不好意思 没有 我想说就是 我走进的时候 当你到那个工作岗位的时候 我看了第一张照片 就是当哥的照片 哪一张 这张 这张 最边上那张 最边上这一张 对 挂在上面就是 激励他们要 原来我还有这个作用 你真的你以为呢 这种正能量很需要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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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哥看到我会不会有点紧张 他是什么 不是我跟方方的好朋友 薛琴芳的伴娘 对 张片的第二张 就这边数第二张 对对对对 就是我 对对对 那么一个浪漫的婚礼 我就特别想知道 单哥你是怎么样 向方姐求的婚 然后抱得美人归的 其实我觉得讲到这里 我自己也是蛮 蛮 蛮遗憾的 也蛮愧疚的 因为 其实讲到真正的标准 我还真的没有 好好的向方方求过婚 还没有 就是很正式的那种 在职业生涯的14年里面 我所收获的 不仅仅是失败 成功 我也收获了家庭 在我们恋爱的 这么长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一起经历了 自己的事业 包括08年的 北京奥运会 薛琴芳遗憾的 拿到了音牌 经历了很多 到这个时候 举行婚礼的时候 我觉得 只要在一起 简简单单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已经很幸福了 谢谢 在林丹刚刚说完了 60秒的退役宣言之后 来 请对着镜头 现在薛琴芳老师 正在电视机前 我们走过了很多 看着那 是 我们在一起走过了很多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永远 能够一起走下去 在一起 嗨 在一起 在一起 所以你们这些小姐妹 在林丹在赛场上拼搏 厮杀的时候 多陪陪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三哥 你好 我叫黄维明 我来自北京市 十一学校高一的学生 你好 我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引发大家 对我的讨厌 因为我是一名 李宗伟的球迷 对吧 我觉得李宗伟 是比您要幸福 因为李宗伟面前 永远一个叫林丹的人 而您呢 确实面前没有对手 您会觉得孤独吗 在林丹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聚会获得为 梁茶领导者加多宝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 由纽翠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翠来80周年品质成功 我觉得李宗伟 是比您要幸福 因为李宗伟面前 永远一个叫林丹的人 而您呢 确实面前没有对手 您会觉得孤独吗 其实我觉得 我从来都不像大家想的 好像没有对手 其实大家可以看比赛的过程 特别是柯李宗伟的比赛 2012年 就是那么一两分的 一点点的差距 就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或者是比赛的这种结果 我反而会觉得 正因为有他们 才让我拿到今天 18个世界冠军之后 我也不敢跟教练说 我想休息时间很长 或者我就不练了 我还是希望自己 要对得起这18个世界冠军 如果你想在这个赛场上面 能够持续地 有很好的竞技状态 你就要不断地和他们竞争 每一次的胜利之后 都是重新开始 因为没有人想永远输给你 他们都想尽办法 要击败你 目前你的对手有多少 您说的是哪方面 学习方面 学习方面 我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对手 所以你不孤独 没错 我不孤独 但你有没有在哪方面 觉得你在你们年级 是没有对手 那个我觉得我在唱歌方面 还是略有意思 唱歌方面 你觉得你在你们年级 基本上是可以独霸天下 对 没错 来一句我们 那我就来一句吧 好 好 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得又想哭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 你会觉得孤独 因为你前面没有人了 你觉得有对手好 还是没对手好 我觉得有对手好 其实 我觉得输赢无所谓 就是那份拼搏的精神 对 我就是看中这个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哪天李宗伟退役了 或者林丹退役了 我相信他们彼此心里 都会非常失落 在对方退役的那天 如果哪天你突然早上起来 看到新闻李宗伟宣布退役 不打了 你会长输一口气 终于把他干掉 还是会觉得 你的对手永远不只有李宗伟 这是因为我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才觉得 为什么今天我能够继续努力下去的 很重要原因 因为他不是我的唯一对手 我有很多对手需要去努力 谢谢您 您在刚刚演讲中提到说 您一二年的奥运会 您不怕输 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想赢 怕输 我梦想进国家队 我渴望拿世界冠军 可是每天刻苦训练的背后 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 我今年十七岁 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有过我这样的迷茫和困惑吗 在灵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为 梁茶领导者嘉杜宝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 由纽翠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翠来八十周年品质成功 我梦想进国家队 我渴望拿世界冠军 可是每天刻苦训练的背后 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 我今年十七岁 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有过我这样的迷茫和困惑吗 十七岁的时候 十七岁你是打羽毛球吗 我是福建神羽毛球队 十七岁 十七岁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进入国家队了 对于专业音乐来讲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在十七岁的年龄里面 你能否在这一批的年龄里面 你能脱颖而出 你要努力的时间 还有很长很长很长 而不是说你觉得 我现在或者我回想过去 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了 还有很多人可能跟你一样 付出了更多 趁着他们比你还优秀 所以我觉得 应该还是趁着年龄 还是继续努力下去 我在十二岁的时候 就获得全国少年赛的冠军 但这几年成绩渐渐地下滑 身边也会出现一些冷潮热粉 比如说 颜凯 你又第一批回来了 海哥你这次准备那么多行李干嘛 你去旅游啊 你准备个两套就行了 反正你过去也是一轮 我在02年下半年 很多所有的媒体都叫我林一轮 因为和你一样 都是地场比赛 输完就回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跟你一样 其实我可能还比你稍微大一点 所以我很能体会你 现在这个年龄所 遇到的很多的一些质疑 你会让自己非常的烦躁 甚至是没有自信 就像我04年的雅典奥运会 输完以后到08年 我跟你一样 我很害怕输 因为所有人都看着我 甚至有一半的人希望我成功 有一半的人希望我失败 就是每一个运动员 在每一个阶段 他是需要有一点点不同的突破的 就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有些事情是没有捷径的 是必须要过那一个 过那一关 过来了 你捅破那张纸了 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那在您被嘲笑是林一伦的时候 您有发誓过一定要哪个冠军 不 我从来不唱他的歌 开玩笑 开玩笑 给我拿个棉袄 如果是男孩子都会 特别是运动员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血性的一种状态在里面 就是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 顺利不好 你反而是越想自明给他们看 我觉得这很正常 大家可能不大清楚 因为大家都看到运动员 光鲜亮丽的背后 不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艰辛 光在球场上的话 一年下来可能要打烂1500多只球 跑烂六七双的鞋 然后挥拍次数可能不计其数吧 可能大家节假日都在享受假期的时候 我们还在赛场上挥洒着我们的汗水 包括春节也是 可能我们都没有假期 我觉得其实打坏多少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而是因为 你以为你打坏了1500个球 但是你的对手可能打了2500个球 在最后 我想让林丹看一段视频 它也不真正非常死定的 在这种球场上挥洋 是水 Did cube的 这种球场上挥洋 是水 Did cube的 这种球场上挥洋 大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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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超越 而且也是在所有人面前的一種肯定 因為今年有種種粉絲對我 活力的一些 那我希望用這枚金牌 不單是這枚金牌 希望用自己的精神狀態 告訴所有的人 包括告訴自己 我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運動員 對這個畫面 是2008年 北京奧運會 奪冠的那一煞腦 畫面的激動 我們都已經無數次的重溫過 在這個畫面裡 跟林丹擁抱在一起的 除了李永波教練之外 還有一個老教練 湯教練 湯教練今年72歲了 身體不太好 聽說林丹錄節目 然後呢 一定要托我們 給林丹帶一封信 老先生是印尼華僑 中文不太好 他口述家人幫他寫 就像這樣 然後老先生 來拿鉛筆一點點的改 改了三次 老先生直到最後一稿 改完了之後 把這封信交給我們 托我們在今天 轉給林丹 湯教練寫給你的信 謝謝 謝謝湯教練 我可以挑兩句給大家 讀一下你們聽一下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應該有一年多了 聽說你受傷 這次受傷比較嚴重 好好治療養傷 一定會好的 不要失去信心 這是老先生 心裡面的第一句話 作為你的教練 我知道你的個性 想做一件事情 一定會全力以赴 為了達到目的 而不懈努力 你一定還記得 為了備戰08年奧運會 在賽前100天 從思想訓練 生活各個方面 你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代價 終於拿到了第一個奧運冠軍 現在你31歲了 你想打到2020年 從常規來說 這個難度特別大 但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而且我希望你能奪得 第三次奧運金牌 樹立這樣的目標 難度比之前要大很多 但我相信只要你下了決心 加上這麼多人的支持 關心幫助 目標一定會實現 林丹的性 雙目零 中國有句古話 獨目不成林 只有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運動中 才能讓羽毛球的魅力 被更多的人認識 才能成為更多人 感受生活 感受激情的方式 再次感謝林丹給我們帶來的 精彩開獎 再見 牭開獎 林丹來的 把那束縛拋開的時候 統統感受這片天空 帶給我們的自由 揮動你我堅強的雙手 努力奔向成功的盡頭 我夢的夢 我在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